這是一二二 好,那我們就開始囉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EVT 然後我們今天的議程是虛假新聞與虛塊電 我們先請Livecoin的創辦人Tiko來自我介紹一下 我正好,高重建,來自香港 是Livecoin房的一員,不是贊成公務進行會的創辦人 我們一直以來說很多希望讓創作跟八卦被當番吃 這是我們合到的這個地方 我們是,其實我們相互背後的 後面的一些階段是希望也對打擊虛張信息 做到一些貢獻 可是前面一直在說,請還沒機會來到這個 希望今天能夠操作這方面的事情 好,也看看大家 因為虛假訊息在香港很嚴重 然後以我理解,白蛙好像沒有到香港 我們是很嚴重的地方 所以希望一起去操作這件事 好,謝謝GeeCore做我介紹 那接下來,那區塊室的許明恩來做我介紹一下 哈囉大家好,我是區塊室的作者許明恩 然後區塊室就是寫一些區塊鏈的內容 那最近寫了一篇就是,也是看到很多假新聞 然後,剛好我最近好像有個月時報 有推一個project 就是說,想要區塊鏈來解決假新聞 然後聽起來就有點假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我來看看就是他到底在怎麼做好了 然後後來發現說,那他其實要做滿久的 就是他沒有辦法解決所有的假新聞 那,例如說mine之類的 就是,是在做另外一件事情 那,呃,也會示範他們在做另外一件事情 那所以,那我就是大概 一些關於區塊鏈也生出來的一些 科技、經濟、商業 還有隱私等等的問題這樣 差不多,差不多這樣 謝謝 謝謝 請Matters的Zan,各位做個掌聲 嗨,我是Zan 然後我是從Matters 然後,就是可能是Zan 就是剛剛那期會唯一一個自動程式的人 然後,我是 對,就是我們Matters是一個 就是想要強調是好內容是可以得到回報的 以及去發現好內容的一個平台 一個寫作的平台 那,其實我今天也是抱著學習的態度來參加這個討論這樣子 對,因為在我們網站上面就是也是會有越來越多的一些如此的消息 或者是有一些人會暴走別人的身份 而這些都是我們即將會面臨的一些很大的問題 那就跟這樣子吧 好,謝謝Matters的介紹 好,謝謝Matters的介紹 主要原因是因為現在我覺得 現在有人就說現在媒體開始在弄斷 就是我們現在接收到的資源 然後或者是我們接收到所看到的事情 一句話 好,所以 E&B值就是我覺得應該 人應該要掌握 人應該要掌握資訊的權利 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 大家好,我叫蔡路琳 然後我現在是資訊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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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林冠敏,現在是大學 然後對這個有興趣是因為 我感覺上 我現在接收到的資訊很多都是假的 就是要自己去求證 就是如果有一個平台可以幫我們做一個求證 或是可以讓我接收比較正確的資訊的話 我會覺得比較安心 謝謝 嗨,我是柯文 然後我想知道 我現在是大學生 我在請問大學 然後我想 我對這個一集有興趣的原因是因為 我想知道這個一集到底是不是也是一個假學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好,我是王一 然後就是 要生幾個東西 聽點幾個 然後我想知道就是你的什麼樣的意義 欸 不好意思 可以 可以 我可以 可以 我聽不見 就是 把你們的名字 然後再上去 好 我們金融相關 所以一開始在意 就有幾塊一千萬元 那也是對這個議題也是 是受以感人的興趣 那也是希望跟大家討論 感人的 謝謝 好 我是 君 那 是一個工程師 那我想知道 因為 因為這個議題是比較 社會性的問題 然後 我想知道 那區塊在上面有什麼樣的 活化 他能夠討論 解讀 好嗎 大家盡量先說成一句話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來跟 LiCoin還有Vetor上面 問答 還有區塊醫師他們問答 大家好 我是張宏鴻 那我現在是 台下資管系的學生 我對這個議題感人區 是因為 他其實變得越嚴峻 就像 這邊也有提到 例外 這類的東西 大家好 我叫卜米 現在在火箭斯立科大教書 那 就這幾個月觀察 就是台灣各界對假新聞的態度 就是 傳統學院派會主張事實查核 那社運界他會主張立法管制 那我會好奇 有沒有辦法從IT人的角度 比如說區塊鏈這一塊的 技術的方面去防止假新聞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張宏鴻 現在是上班族 在台灣第一波 虛擬未必交易所放到 是IOS公正式 那 會來是 單純討厭假新聞 因為在台灣其實假新聞 現在越來越嚴重 那我很討厭被愚弄 我也很討厭我身邊的人 有被愚弄 就是這樣 我是誰不中央 那我是想說 因為區塊鏈的特性是 WG in WG out 然後我很好奇 到底要如何去防止說 我最近哪來上的是不是高明 大家好 我是叫夏威 主要是我 有關區塊鏈相關的研究 所以我想要看 希望你在各個領域上 自用是怎樣 然後 然後 其實這樣子 那 我現在是師大的大二 我現在在一間區塊鏈的新創實行 那我 覺得區塊鏈是公開透明有共識的 所以想來更多講解一下 我 我是 我是 我是吳宇神 然後說的是禮貌 是讀台科職工 然後就是 對 區塊鏈的應用的情緒 大家好 我是 侯陽健文 然後 我現在在雷亞的新創辦公室 12月 然後 就是昨天有聽到那個 那個 特別是 我們本來發的距離 我們把他去發給講 是不是 然後 所以就很好奇 就是 用區塊鏈的房子 就是 黃色的 最後一個嗎 對 應該是吧 大家好 我相信是 我接下來 聽一下 假新聞跟區塊鏈 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 好 謝謝 那 接下來我們請 LiCoin 創辦人解釋一下 你們是怎麼 防製假新聞 然後還有 你們LiCoin的運作模型 我 因為這個 同樂會 所以 我 感覺不好 我站的話筒太久了 所以 如果 真的很詳細介紹 肯定得說 一個小時 我 直接就回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吧 剛才聽到 Garbage In Garbage Out 應該也有很多想法 我想先定一個框架 就是 我是非常認同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可是我們 我覺得我們不要 就因為Garbage In Garbage Out 這個原則 就覺得 把東西放上區塊鏈沒有用 應該說 我覺得 處理 虛假信息 這是 屬於的假新聞 應該是兩個層次的問題 一個是 當我們把東西放到區塊鏈 放了那一秒鐘以後 數學向我們就能證明 它沒有再改 然後 前面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還沒解決 可是 別把那個 看什麼一點意義都沒有的事情 就是 我們處理了一部分的問題 我不是說 那個問題 不用處理 可是 兩個都是需要處理的層面 我是這樣去理解的 或者我交給明恩再說 要補充一下Linecoin 有時候平常有在Medium上寫文章的嗎 比較少 如果你有在Medium上寫文章的話 其實Linecoin它有一個URL 你可以直接貼在你Medium文章最下面 然後按Enter之後 就會出現這個 可以拍手的這個按鈕 那這個按鈕就是 會讚賞 所有寫文章的人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寫文章 大家都是免費發在技術部落格上面 或者是Medium這些自己的部落格上面 那很少人會去 真的去reward這些 寫文章的人 所以Linecoin它就設計了這個生態系 讓每個寫文章的人 都可以在文章下面 放一個live button 那 如果你喜歡他的文章的話 你就連續按這個live button 然後文章的作者就會收到一些 Linecoin當作回饋 那這個Linecoin之後 也可以做一換一些現實的 例如說現金 或是其他一些活動的付款 現在已經有兩千多個創作者 還有五萬多筆文章在上面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如果寫文章想要被回饋的話 大家可以參考 我們就來匯樂品開 謝謝 謝謝 我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剛剛 就是說garbage drink garbage roll 就是說 我會把計畫印當成是數位鋼印 就是你蓋完鋼印的東西 我們通常會蓋在畢業證書上面 對吧 然後但是如果 我隨便寫一張垃圾畫 寫一張乾畫紙 然後蓋一個鋼印其實也OK 所以我們可能 過去我們當然是只有在正式的 重要的文件上面出來蓋鋼印 但是現在這個東西讓我們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抵蓋 那 就 你現在光認鋼印其實是沒有用的 你可能要認說 那 這個 就是 裡面的內容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 但是 鋼印 發給所有人 未必是 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而是你可以說 那我在某一個時間點 因為它上面帶時間多 那所以你可以說 那你在某個時間點做這件事情 但是 然後那個鋼印基本上 就很難複掉嘛 就被你的學生證已經 畢業 然後很久了 他可能 就是可能可以掛掉 但是 但是基本上是 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會覺得 他可能沒有辦法解決完全的 假新聞的問題 就是剛剛提到就是說 Mine Mine Today 它 我是那天寫一天文章之後 才知道Mine Today 它在下面有一個什麼 就是假新聞的澄清資訊你知道嗎 就是打開mine 然後打開mine 然後打開mine 然後玩到下面 它其實蠻下面的 然後就可以看到 就是有一些假新聞 但是這其實 也解決了一部分的問題 因為 他只能解決的是 就在 網路上已經流傳很久的時間 他才能 他才能拿來打擊這些假新聞 但是有一些新聞是 例如說 健康 對吧 就是大家的長輩群組裡面 有很多健康 健康光專家們 就會自己炒成一團 就是說 其實喝水可以延長壽命三年 這樣子 但是問題的意義也不同意 那這倒也 成不算假新聞 就 發言去發言 我覺得這個也未必能解決 就是事實的問題這樣子 那這邊是Metros的平台 就大家可以在上面發文章 然後會把所有文章 還有文章的一些 一些Data上傳到IPFS 也就是經濟網路系統 那它是一個分三式的 文件儲存系統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Live Button 就是你在一起寫完文章之後 你可以在你的文章 某一個部分 插入這個Live Button 然後大家就可以按這個Live 然後來幫你增加 個Live 然後如果 現在的會議是 六個Live 不然以後來台幣 這樣就創作者 就能夠得到支持 然後 也可以很輕鬆的 看到這個創作者的投貼 然後追蹤他的一些其他平台 好 我繼續說一下剛才的那個 剛才的那個 剛才學校的問題 我用一個實際的 是我們在做的一件事情 去說明 好了 這是 香港最近發生很多事情 相信大家都 多多多少會知道 然後 然後 我們剛剛推出的 跟Matters一起做 推出的一個服務 大家知道年農牆嗎 年農牆 知道 我就不解釋了 可是 做年農牆的是 Matters 我們做技術的 其實我們會說 我們是做Posit的 就是那個 變戰 可是那個變戰跟 平時我們習慣的Posit 很不一樣 它正好相反 因為Posit那麼好用的是 一貼上去 一拉掉就可以 我們要做一個正好相反的事情 就是 把那個圖片一旦上傳以後 永遠洗不掉 那 我這裡有一個例子 比如說 我們上個月 7月21號那天 香港發生了一個 很生氣的事情 就是 有一幫 白衣人 到處打人 然後 警察說 沒有 沒發現有人手持武器 然後 這裡 然後我就把這個圖片上傳到去觀念下面 可是 問題就在 我上傳的時候已經是過了那個事情一個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想要做到的是 如果我們能跟公民記者溝通 能跟那些媒體溝通 如果在他們找到方法 在他們拍的時候 或者說直播的時候 馬上放上去 那個基本上就能很大程度的 也許不是百分百 而是能很大程度的去解決那個 同時解決兩個問題 我們現在解決了一半的問題 就是 傳上去以後不能再 或者說 也許前面那個問題不是用技術來解決也不定 比如說 有 過去也有很多這種案例 比如說有專家驗證過這種片是可靠的 那一秒鐘以後上傳上去 這樣子 那它裡面有 time stamp transaction letter 等等等等 好 那我想要補充問一下 就是你們有沒有一個 只上傳圖片 然後加標題跟hashtag的一個 很好用的平台 就現在要怎麼上傳 如果是對於 例如說我在香港參加學運 然後我想要拍一張照片 然後上傳到你們的平台的話 現在要怎麼做 這其實就是我 我剛才看了那個照 i612的這個服務 我看的是已經 已經上傳了一個頁面 如果是直接打 i612點 然後 i612 然後要先登入 你的錢包 這樣子 你知道大家都知道 metamask嗎 去換一張的錢包 好 我現在上傳一張 好 這個 這個因為是一個文宣 它不是照相機拍的 否則的話它會 如果是照相機拍的 就會直接把那個 metamask出來 好 直接按outflow就可以了 對 然後 謝謝 好 那在你打字的時候 想要補充我一個 我自己很感興趣的問題 就是你們現在做這個假新聞的話 會不會遇到 例如說香港的警察 或是任何法律問題 例如說香港的警察 或是任何法律問題 那你們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你們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你們宣 推廣的時候 會跟大家說是 用香港這個故事來說明 所以應該會有一些 法律的單位會 沒有找過你們嗎 還沒有 可能他們還沒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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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Matters Matters有遇到這個問題嗎 也都沒有 我看明恩的文章是 台灣那個 有舉證 那個叫什麼 法證嗎 呃 證 舉 舉塊鏈 對對對 他是會 那些上傳到舉塊鏈 去做 有 我之前寫過影片 就是調查局 大家知道調查局 有在做 有在用舉塊鏈 就是 他們就是說 去現場so call的時候 然後 例如說 搜這把這個桌子 或是 什麼數位的東西 那 他就 過去他們就是這些 例如說 如果是數位的檔案的話 就查一遍進去 然後就是 全部都封回去 那 但是 實際上去法院的時候 他們就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他就是 被告會 質疑說 你調查局中間 白掌我啦 然後 要不然就是 中間應該有什麼東西 你沒有扣到 然後 等等的 那所以 法院就會叫調查局的人員說 你來 你來 然後就是 呃 說明 你這個證據是這麼取得 如何合法取得 然後如何完整的保存 那他們就是每天 呃 他們很長就要去法院說明這件事情 然後 後來他們就說 那我們就是有 呃 收完之後我們就上鏈這樣 那 上鏈 只是存個hash上去而已 那 但是實際的資料其實還在一頁上面 那 呃 到時候他們就去跟 呃 檢察官或法官說 欸 那我們這個資料在這邊 然後跟我們當天上鏈的hash 其實是一樣的 那 所以 呃 我們中間中間有從任何手腳這樣 那 啊 所以就可以政府別人這樣 好 那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想要問比較關於技術的 就是我們其實也有在做去公認證書這個產品 但是 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是 所有的圖片或是文字檔案上傳IPFS之後 IPFS因為是去中心化的資料存儲系統 所以他 不能保證他什麼時候圖像會 會露出來 所以 想要警告你們這方面是 目前是怎麼解決的 對 對 對 不知道是怎麼說圖片不知道欸 他所謂的圖片出不來 例如說他剛剛 呃 KINGR剛剛上傳到東向IPFS上面 然後現在就一直沒有接過 這個應該是跟他原本的那個節點 就是你IP需要一個節點作為散布資料的一個初始點 他每一個耳朵可以到一個節點 所以他這個狀況可能是他目前 呃 對了 但是所以想知道你們的加速的方法 加速的話 你可以自己提供幾個固定的節點 就是有點像是呃 我 有幾個固定的server在那邊 可以提供資料給大家用 這樣子的加速 然後你自己 呃 節點那一段影片 把呃 已經公開的節點 加入到你自己的face層裡面 那他取資料的時候 就會先 首先到那個地方去 這樣子 了解 那這樣子就需要一些成本去自己跑那個節點 就不會是完全免費使用 所以現在自己是有幾個節點在裡面 好 了解 那 什麼是研究員在那邊 可以讓他 好啊 好啊 嗯 那個 還會提出萬呢 怎樣保證資料在IPF牌上面 怎樣 怎樣加速資料在IPF牌上的存儲速度 嗯 啊 可能加速資料 算算在那邊 其實啊 怎麼做呢 就是一般來說 呃 你會做一個 呃 呃 類似的環圈之類的東西 就是先把 先把 你放上面 上 之後 不會不會 Metal做例子 不太確定 Metal不會做 但是 如果你把 你把 放上Metal 的時候 可以先放在Metal自己的部門系 然後同時 Metal自己也是一個IPF中 正這樣的話 你在放上Metal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完成到放上Metal 然後 也要提到的連結 哦 了解 請問 想問一下 為什麼 你們用IPFs 是 以太方 跟比較支援以太方的智能合約 但是我們覺得 以太方 並不是所有區塊 應用的最佳節 因為以太方 它其實 有智能合約是好 沒錯 但是它因為有智能合約 它需要 很多人去維護這個網路 而且它的交易 確認速度 也會因為它這個 以太方 這個大的區塊網路 的功能性 太強大 太全面 而沒有辦法 堅固速率 跟效率 所以我們 現在是採用別的區塊主鏈 叫做IOT 然後是專門 設計給物聯網 區塊鏈的應用的 那它就不會有智能合約 這個架構 所以IPFs 它是一個 有點像 Blockchain Agonistic 就是它不會在乎你是用哪一個 區塊鏈 都可以使用的一個服務 所以我們選擇IPFs 我補充一下吧 其實前面 有兩件事情發生過 就是有人把資料放到區塊鏈上 一個是一年 一年多以前 去年好像三月份 四月份 有一個北大的 新騷擾的事件 那個 然後 因為那個大字報 給撕掉了 然後就有人把這個公開信 直接放上去 就是在一個transaction裡面 還有一件 你們一定有知道的 就是六月份的時候 香港也發生了一次 就是有 示威者 應該說有人吧 把那個 警察的個人資料 也是放到 以太方去了 可是當我們去到 助理圖片的時候 我們沒可能把整張圖片放到 以太方 因為 因為那個 尺寸的問題 也因為那個 成本的問題 所以就必須得分兩層 就是 以太方那一層 就放一些原資料 我們其實我們的設計裡面 叫 ISCN 昨天我們的分享會裡面 有說 就是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ontent Number 是我們定義的一個 規格 一個 一個 JSON 它的概念跟 ISPN差不多 就是我們都知道每一本書 有的 ISPN 我們就讓每一張照片 跟每一個文章 都有一個 ISCN 除了 是一個 唯一碼以外 還有它的 各種原資料 作者是誰 TimeStand 等等 然後還有一個 Hash 就指向 IPFS裡面的Hash 這樣子 了解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比較 酷的問題是 可能會不太禮貌 但我想問說 如果說 只有把資料 上傳到IPFS 這樣子的服務的話 其實有非常多免費平台 現在就可以提供 例如說 我剛剛查到這個Google Outload 它就可以直接 上傳任何一張圖片到 IPFS上面 然後它也會有 Shore URL 還有IPFS Hash 那 這樣子我想問說 如果 例如說Matters這個平台 如果你們的平台 只提供 將資料上傳到IPFS 並用IPFS 確保不會被篡改 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很 很容易被 競爭對手 就是你們是多 對 你們的 你們的 Innovation跟 uniqueness 以現階段來說 的確是只有一個IPFS 作為一個 背後的服務 為特點的話 的確是很容易 會被取代 對沒錯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我已經沒錯 但是因為 因為我們現在也還是處於一個非常前期的階段 因為未來我們還有桌面版的應用會 一樣會使用到IPFS這個服務 那未來可能也不需要透過網站了 以後就是點對點的傳輸 然後這樣去資料做發現以及交換 那這可能是我們未來的 另外一個想法這樣子 對所以 現階段當然是 還在起步階段 對 所以技術方面 你們目前是 只有用IPFS 這個當後台 沒錯 但是我們前幾天就是也 你說後台是說 技術核心的 對對對 然後在上面搭接應用 這樣講 對對對 目前可以這樣講 那Litecoin呢 你們是哪一部分 運用到區塊鏈 應用場景 還有大家的使用 我想回去剛才一開始說的 那個Garbage hole的問題 其實我 我不是要迴避後面的問題 我們 應該是說 在我們設計裡面 是分兩步來走 先處理一部分 就接受那個Garbage hole Garbage hole的事實 起碼先處理 一旦上傳 就不能再改 做到這個效果 然後後面會有些投票的機制 一個government的系統 大家就用 利用區塊鏈來說 一個很高效率的投票 就是 有點像 應該不太像吧 Cofax 反正就做一個生態出來 讓大家可以 因為 所以當你每一個文章跟主片 就每一個信息都有一個唯一碼 你才能對它做各種操作 否則的話 我們連最基本的key都沒有 你怎麼去操作 一旦有了這裡 我們可以反過來再發 這個是假的 不但有我們需要證明它是真的才上傳上去 可以上傳了以後我再處理也可以 嗯 了解這個理想 但是 現在就算不用你們的平台 也有很多 可以上傳到IPFS的服務 所以想知道你們的 就一定要用你們的理由是什麼 嗯 嗯 IPFS IPFS只是一部分 就是 我剛剛介紹的那個 IA612的 那個小工具 是因為 我們回應 社會的一些需要 就很短時間推出來的一個服務 就是 希望大家 因為 嗯 我希望 怎麼台灣往後不會面對這種問題 我們就是 現在每天面對這種問題 就是 嗯 8月 今天 今天18號 我們有17場實位 嗯 8月份 真的 嗯 那個 然後 很多 很多 流血的場面 可是 一旦有報導出來 馬上 幾分鐘以內 它都在國內 有很多 或者說 本地也有 香港也有 有些修改過的 主片等等 上傳出來 所以 我們實在等不及了 就 很短的時間 推出了那個 I612的服務 那個 還沒有很多 Ui 還不完整 UX還不夠 friendly 這些都是我們知道 我們接受的 可是這不是 Lightpoint的完整 計畫 大姐 我稍微 拉回來 就是說 多數人在 關心 假新聞 會比較 建議的是說 呃 怎麼 辨別 或者是 剛剛其實 無論是I612 或者是 呃 剛剛 其實前面自我介紹的時候 有人提到 就是說 假新聞有點 流感 那 要怎麼 第一個方法就是 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第二個就是 呃 叫大家戴口罩這樣 呵呵呵 那 這好像看到有個戴口罩 不是 不是 那 所以我覺得這是 兩件事情啊 就是說 剛剛I612比較像是 戴口罩的工具的層面 那 我覺得工具的層面 其實有很多種 我覺得區塊鏈也只是 其中一種而已 就是 舉例來說 直播 我們只要直播 基本上有人會懷疑 直播的正式性 所以其實那時候 就是 現在 臉書上面其實有很多直播 那 到底用什麼直播平台 Who care 就是 一期直播也可以啊 可是如果你閃票的話 那 呃 I612 或者是區塊鏈 它只是說 提供一個 如果沒有直播 你只是 有一些 照片 那照片 大家就會擔心你修改 或者是影片 那 於是你可能 可以把一些東西放上去之後 它其實未必是真的 那 這只能解決工具面的問題 那 換過來就是說 那怎麼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我這樣 就是 看過就是 天下好像寫過一篇文章 就是說 芬蘭在教大家 什麼製作自己的假新聞這樣子 那 當你知道假新聞是怎麼製作 你就知道說 那它的產出流程怎麼樣 那你就可以 呃 知道 可能可以稍微 提升一點點自己的免疫力 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看起來是兩件事情 工具面 今天我覺得區塊鏈可能比較偷生在工具面的這一塊 那但是 呃 全民教育的這一塊 我覺得這還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個是 怎麼去判斷工具是怎麼上去的 直播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那區塊鏈呢 就是放上去的 剛剛也有人說 就是 丟上去的是垃圾 那看起來也還好 那所以 就是變成大家怎麼去判斷上面 如果只有一張圖片的話 可能也很難 就是 讀出什麼真的訊息出來 所以 呃 紐約時報的那一個project 它就說 那推薦大家放一些 就是 美大美大上去 就是說 那有一些新聞媒體 那你有在什麼時間 什麼地點 然後等等的 就是 剛剛 IU12如果它會讀一些照片的 美大美大的話 那 或許就 有一點判斷的基準 但是可能還沒有辦法完全進行 那想問Matters 它你們現在面對假新聞的解決方法是 如何辦 看到它是真的新聞還是假新聞這個架構 想要了解 嗯 很抱歉 目前現在我們還沒有那麼 那麼強的技術去分辨這些東西 甚至我們社區 然後 這一次 Facebook 回應的那種概念 正在 現在在鑑定 那 呃 的確 目前是沒有特別的 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 才會想要去認識這個問題 才會來解決 了解 我們之前有做過一個案子 它其實也是關於假新聞 可以分享一下我們的結構 我們是把一篇新聞 它一篇文章 可能可以拆成 五句或是一百句的小的句子 那每個句子就會成為一個Claim 那這個Claim 大家就可以去驗證說 這個Claim是不是正確的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 很多文章 它其實 有可能是百分之九十正確的資訊 然後還有百分之十 就算差了假的資訊 或者是廣告資訊 所以 如果用 把文章拆分成小的區塊 然後一個一個去驗證 然後再給他們一些獎勵機制 例如說像 礦工挖礦的獎勵機制 我覺得是蠻好的奏法 可以跟你們提供大參考 對 因為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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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захbed 蜘蛛 咯 蜘蛛 蜘蛛 arette 符蛛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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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有在做一件事 就是你們今天照片 我記得是這樣 你一拍上半身不要傳遺體 大概幾秒鐘或幾分鐘內 應該就會被下架或幹嘛 就是說其實他們現在有一個團隊 是負責去審個照片的 然後他們是這些 當然這些人也是不公開嘛 就是說你也不知道他們的工程 聽到在哪邊 但是Facebook確實是有個團隊 他們不在審個照片 那他們其實也有一個簡單的概念 就是說可能黃色的啊 暴力的啊什麼都會被拆下 那如果說今天如果有人是 他當一個裸體model 他會不會被下架 欸可能有可能 但是他只是一個作物 他自己當作自己人體 當作一個作品 但是他卻不是想要表達裸露的意思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本來就是一個很難議題 就即便李廷他提到這種聖和機制 那如果我今天只是為了拿錢的人 我是不是也 我的出發點 可能也不是為了要公開通禮 就是為了要拿到更多的路過 所以其實像最近在發生脫歐的事件 脫歐啊或者是說 內地跟台灣跟大陸的立場差很多 這都是現在大家我覺得是一個 這個問題其實越來越嚴重 就是資訊不對等 還有就是誰掌控了一些資料 這個東西都是很困難的點 我覺得這個如果今天是 我覺得要解決這根本的問題 還是大家的common sense 就是說大家對於這個知識有沒有一個基本的嘗試跟認知 就是說如果你稍微花一點時間 可能去其他地方去找資料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他們其實提供的資訊是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像是脫歐這件事情 他們當時那個脫歐政黨他們就去找了一間公司 大家應該知道什麼 倫敦分析嗎 還叫什麼 劍橋分析 對 那他們這間公司他們怎麼做 就是很有趣 他們就是 他們已經有很多的資料了 那他們就是餵食 但他們在餵資料給這些觀眾的時候 他們會調議題 後來他們會調兩個議題 第一個是土耳其人會移民到英國 然後第二個是 英國要支付光景多少錢 非常多的錢給歐盟這樣子 但是他們在撒廣告的時候 不是撒這兩串子 而是把這兩串子再去分眾 去餵不同的人 比如說他可能是把這個 土耳其這個議題分成移民議題 或者是就是他們來搶工作等等之類的 那這個東西其實我就是一直在削弱人的判斷 就是他今天判斷這件事情的時候 如果他今天是說土耳其人全部都會來移民英國 這個東西基本上一般人就會覺得很奇怪 不太可能 但是他如果把這個議題再把它分化出一些 更合理的詞的時候 其實人的判斷就會越來越弱 就是他要判斷這件事情的增長就困難度很高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這個我覺得這個已經是一個不可逆了 因為現在操作什麼 光台灣的選舉 我等一下還要問Steven一個比較 我等一下要問那個Matches一個問題 對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這蠻多議題討論 因為現在台灣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危險 因為我已經知道了 就是有人已經下預算 就某個政黨已經下預算 給一些廣告人在投放 而且在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而且台灣現在 大家知道現在公投就很奇怪了 就是說那時候同性模擬的公投 我就保證覺得絕對不會過 因為我是台中人 就是中南部的選民大部分都挺反同的 就是說 好像第一題 這個 對 引領也很多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很多東西需要去探討 好啊 還有一個問題想問Matches 就是你們跟兩三年前就出來的 區塊鏈文章上傳平台 Steven It的差別是什麼 如果大家知道Steven It的話 其實它的系統是非常複雜的 就是它是你們的三個部分 對 它現在已經很完整 對對對 但是對於User來說 的確是比較難理解 對 就一般的一整個部分 那我們想想之下 我們當然是相對簡單的比較多 那我們現在也只要注重在IPFX 就是從 其實我們的方向跟Linecoin的團隊 是比較不一樣的 我們是從社團 社群去下售 來去 這個社 就是這個 什麼叫 生態 生態是主打 UI界面好 好用 然後讓很多人可以快速上手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相對的簡單 目前就是保證你的資料 是可以輸在IPFX上面 不會說我們公司倒了 或產品壞掉了就不能用 你還是可以在其他的節點 讀到你的文章 這是另外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對 了解 我想要補充一下 現在這個問題是問Matches 因為可能我們兩家 它加起來才是跟 Stimit的一個類比 比較接近 因為我剛才一開始也說 用一個Pose It Pose It 跟年齡牆的比喻 所以我們跟Stimit差不多的類似定位的區塊鏈 相互有好幾個 我幾乎都看了 應該以我 我知道的我全看了 所有都跟我們有一個區別 就是他們都會做一個自己的網站或APP 就跟大家說在這裡上傳圖片或文章 Matches現在不也是一樣嗎 不一樣 我們做的就是我們提供一個 我們很堅持我們不做前端 我們提供一個工具 我們做的是 Name 和 B 和 SDK API 插件 這個插件放到 我們放到Webpack上面 現在有400多網站在用 Matches在用 所以Matches算是我們的前端 我們很堅持我們不希望在某一個網站裡面去實現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做一個螺絲 做一個齒輪 去讓所有的網站都能做到這個事情 而Matches是其中一個我們最緊密的合作模範 他們就像SEC說的 他們從社群那邊做過來 我們從技術那邊往上做 兩個插起來就是差不多是Stimit 這個是比較接近的類比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我們有提供的功能 比如說網後會做 以Token來做投票去處理虛假信息等等 是Stimit裡面沒有處理 然後盤子中的 我想要補充問一個 我很有興趣的 就是你們可以介紹你們的like chat嗎 為什麼不用以太方 為什麼不用其他現行的區塊組練 而是自己搭建一個區塊鏈 應該答了我這問題 應該答了我這問題 其實我是like coin的區塊鏈工程師 這個問題我來回答 很容易提到 不用Ethereum而想自己搭一個圈 其實要很多很多原因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Ethereum 真的好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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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他放一個例如我們I612 現在是用Ethereum 就會在全海沒有跑 然後I612在Ethereum 有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就是叫做Gest Price 就是他 手續費 對手續費 而且他是會一直在掌握他的市價 一直在國中 而便宜的時候大概一毛錢港幣左右 嗯 但有很多其他區塊跟主電 他們是手續費很低 速度又快了 其實現在有很多 其實也是 很不錯 其實 因為現在我們在Ethereum上面 然後我們也沒有很多現金 就是 例如智能合約其實不太好用 這樣 然後 我們就 再找一些 volution 再找一些解決方案 然後我們等到 Cosmos 還有Tent 它啟成的Tentment 其實是很適合我們的情況 因為它可以讓我們很輕鬆地 建立我們自己的體驗 然後 用 用這樣的語言去開發 然後 所以開發方面 可以 就 它的名字叫做 Application Specification 就是 一個店 去給我 我們專門的確實 用自己去定義 因為 例如 如果我跳到EOS上面 我不知道 我手機 然後放了 他三個額 然後 他的Ethereum 很一樣 其實有核電機 然後我又去研究 另一個鏈的話 其實不太 喔 了解 所以是不信任其他的主鏈 所以該跟自己開發一個 不是不信任 或者是自己開發一個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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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能符合自己的需求 對 不可能 了解 那你們預計什麼時候會 測試網 或是主網上線 測試網絡的話 應該九月就會上線 五月 二十一月會上線 不過第一個版本 其實是很第一版的 就是有 有充滿的功能 有充滿的功能 就是把 你可以把LineCoin 從Ethereum 搬到我們的業上面 而且還有 Stack-end的功能 可以用的 可以用不收集一下 了解 那所以你們目前 這個H1N主要的功能 就是 做 代幣經濟這一塊 那 檔案上傳呢 因為檔案上傳有IPFS嗎 那檔案上傳我們 預定在下 下一點點 第一季 就是一到三月的時間 應該會上線 現在計畫的台灣 台灣人主要很準 但是檔案上傳 不是用IPFS就好了嗎 為什麼要 這個其實 其實我講過很久了 就是 我們IU 你看 IU要二為一 那 我直接幫他安裝得到 IKE還在講 為什麼我還要把它 放到區塊鏈上面去呢 第一是 對 第一是他提供了一個時間 時間就是 你看這個區塊 你可以證明到 這個反正 起碼在這個時間已經存在了 不是 好 那為什麼 但這個功能 放在其他區塊鏈上也可以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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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一個 因為我們其實 我們做證書的應用 也有想過 要不要自己搭一條 全新的區塊鏈 但我們之後發現是沒有必要的 我們之後選擇 IOTA 因為IOTA 我們現在技術協助夥伴 他們只有跑一個全節點 但是完全不用手續費 然後又非常快速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沒有人關心的是內弱 然後我們 我們因為 礦工質量 因為他 我們接下來要處理沒有虛假新聞 正好就是需要 驗證人去做投票 如果他每次 比如說在以太方的情況 他 他做以太方的 他做以太方的礦工是因為 以太幣 他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新聞 不是因為 其他原因 那他只會看ETA群 那我們是沒法做到一個效果 就是他針對我們的應用去 除了驗證以外 做一些投票 那麼的舉動 我們必須要有一群 關心 就像我們現在 為甚麼 把關心假新聞的人 直接轉變成礦工的角色 對 了解 比如說 台灣的獅子和財中心 比如說 北科大 等等 就是你們商信的一些機構 好 感謝 好 那 欸 還有問題 我剩三分鐘 你要十秒講你的問題 可以 好 剛剛自我介紹 沒有介紹 是一個 就是長年混 混在 open source community 的現在市面 所以 整個小時 停下來 大概唯一跟 disinformation有關 只有 Ninecoin的 投票 但 我覺得有一些問題 就是 所謂的事情 所謂的事情的真 或假的 是透過投票來解決的 因為這樣就真的 假的就是假的 所以如果我把 香港在 機場 為 環球時報的 那個影片 放到 隨便排個券上面 去做投票的話 那你們一定投入中國大陸的 人家十幾億人 香港人 那 那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我覺得 就是 索爾在這邊討論 希望透過結束去解決 因為 disinformation 我覺得 觸發點好像是有點問題 對 所以 大概是這樣子 最後 沒有時間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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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給我30秒去說 回應這個問題 因為只有30秒 我只能這樣子 就是 完全同意你說的 可是 不是完全沒有想法 我也許沒有一個完美的想法 我覺得這事情 肯定是要 盡可能去處理一下 總體 Litecoin的說法 是這樣子 因為 你有內容 如果你有Lite 你會賺到Litecoin 你有Litecoin 你會有投票權去 選一些 可靠的Oracle 文章 所以它是不斷的強化 希望做到這種效果 是 你已經是可靠的 會變得更可靠 感覺是reputation system 沒有一個完美的方案 可是整個GameT 有一個最基本邏輯 就是 撒謊的成本很高 然後說實話 沒有成本 而且還能賺錢 真的 所以你們也有 不可以設計這個NASH平原的 這個可以最恐怖的 提議帳號 但我們現在可以發現 提議帳號 雖然是有價值 但可以提議帳號 對 完了 如果你有時間 可以繼續 好 今天謝謝Litecoin Matters 跟區塊4 謝謝